印尼的疫情拉紧爆 再加上印度Delta变种病毒肆虐 印尼总统宣布 印尼最大岛爪哇岛以及巴黎岛 将会在7月3号本周六开始全面的封锁 防疫措施包含了更严格的交通以及入境管制 另外到餐厅也是禁止内用的 以及非必要不要出门等等 就是因为要避免印尼的医疗体系崩溃 而这一波的封岛政策预计将会持续到7月20号